7月31日消息 今日,拼多多新闻发言人竟然对外表示,拼多多收到了广泛的文章质疑,善意的批评拼拼多多都会接受进行整改。 但真相是拼多多正在受到罕见的波斯网络舆情攻击,并在网络上有专门的团队和人员在维护。 至此,拼多多已经向国家互联网中心把起举报,详细材料在合适的时候也会向全社会公布。 竟然表示,这种舆情攻击的特性,事先从编辑各类网络段子开始,同时雇佣水军在所有新媒体、自媒体的链接以及评论的甘铁中进行维护。 再进一步扩展制一些新媒体和网络演号等式文化资讯投放渠道,一旦有主流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号转发之后,将标题再洗为传统媒体品牌,再进行二次传播。 同时进一步维护评论,并进行付费投放到更多的上述渠道,将段子和严肃媒体的合理批评混边混台,再进一步放大舆情,也把更大范围内的受众情绪共鸣。 竟然称,商业竞争应该是日常有底线的竞争。 我们对短短数日所遭受的舆论动员能力感到不寒而栗,细思恐急。 拼多多方面表示,网络上被传播和放大,的这些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。 拼多多打假的决心始终没有变过,如果仅靠售纳商榨和假货,而没有核心价值,相信任何一个电商平台都注定不会长久。 拼多多上市以来,售假问题只是引发风波,股价方面,周一盘中,拼多多股价一度跌于10%,最低探知21。 88美元,与此同时,央视网也针对拼多多,涉嫌售假一致发表评论。 央视网评论趁,拼多多成功登陆美古纳斯达克的消息,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 但与此同时,拼多多也饱受正义。 其中就包括平台上存在卖假货问题。 有人质疑道,就算拼多多上市了,能管住假货吗? 假连或许未必能误美。 但变气窄貌,山寨是应有的底线。 正因此,我们希望拼多多能够切实履行平台责任。 事实上,无论是对于内容生产的互联网平台,还是对于电商平台,管号字基地盘上的是,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共识。 从长远看,还没有来一家希望走远的公司,那要猜就必休得一刻。 所以我回到直置了互联网粹的诡论点。